农历8月15是中秋节 也是土地公生日 中和百年土地公庙正福宫 每年在神明生日的前夕 举办起金龟活动 大约一两大的金龟 市价超过十万元 每年都吸引信徒前来指教 祈求保佑事业顺利 发大财 农历8月15是中秋节 相传也是土地公生日 新北市中和正福宫也开始热闹起来 除了连续8天 会有歌载戏表演给土地公欣赏 供桌上也摆放了平安龟 让民众求回去 不过最有看头的 是这几只金光闪闪的金龟 这个金龟就是民国69年 建庙开始 有一些信众来拜土地公 有感受到保佑他有赚钱 有打一些金牌回来还院 经过长期的时间我们累积 去打造这个金龟 让信众来祈求 民众还愿 签筑金龟一年比一年大支 目前大金龟约一两重 估计市价超过了十万元 然而价钱多寡不重要 信徒在意的是省民的赐福 我前几年连续三年 我都有求回去 我自己有在做生意 真的有感受到生意 公司的生意 新农业绩成长 所以我每一年都有来求 连续三年都有求回去 一直到去年 我把那一支留下来 我加重 再打造一支新的 回来还院 也有歌仔戏一棚 来还院谢神 中和正福宫有一百多年历史 百年前这里还是农田 正福宫也才小小一间 直到民国69年 地方士生集资重建 才有现在的规模 而庙里除了供奉土地宫 一旁还有土地婆 她的由来有一段故事 老一辈的说 祖庙的人 说有梦见土地宫 说要娶老婆 然后他们就去 再去雕刻一尊土地婆 然后供奉在里面 土地婆就是保佑一些姻缘 也有很多年轻男女 来这边求姻缘 还有学业 求学业一般一些家长 他的孩子要考试 都会拿他的考证 来这边参拜 一般蛮有灵验的 因为有求必应 政府宫成了地方的信仰中心 每年土地宫生日前 庙里就会热闹滚滚 看得出土地宫土地婆 在当地人的心目中 地位有多重要